高雄小港区迎前街一代29号凌晨2点多 移出住家门前就见一男一女趁着没人鬼鬼祟祟 行迹相当的可疑 随后头戴安全帽身穿黄色衣服的男子 在门口摸了好久 疑似利用卡片之类的物品推开旁边卡顺 开门之后在外面把风 另外一名黑衣女子则是负责闯入民宅 并且涉嫌伸出张手偷钱 事后报案人红杏男子也表示 包含机车内以及家门里的钱包财物 损失金额至少4000元 而报案人也将监视器画面颇旺 要来追查嫌犯 并且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 而消息一出也引发当地民众的热议 警方目前已经扩大周边监视器 并且锁定这对男女当时所欺评的摩托车 要来以车追人 目前已经掌握这对男女的身份 将全力弃凶